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 今天是2024年7月18号,星期四 今天大盘继续下跌,一个回调行情已经启动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43.78点 跌幅只有0.78%,但已经是跳空缺口之后第二天的阴线 今天的阴线高开低走,完全没有回补昨天跳空缺口的意思 说明市场出现了日线级别的调整趋势 20日均线在图上是紫色的这条 对标普指数有一定的支撑 今天收盘站在20日均线上 预计有比较强支撑的是5493点 也就是蓝色30日均线的位置 目前中期均线仍向上发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标普在下方可能会有两个支撑位 一个是5500点,一个是5350点 但个股的回调可能会超过大盘的跌幅 个股数量众多,除了少数牛股以外 在大盘回调时往往跌的比大盘还快 在大盘上涨时却不见得紧跟大盘 这就是为什么炒个股很难跑赢大盘 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也是跳空缺口后第二个下跌 日内击穿了30日均线 但收盘时勉强站上了30日均线 收盘点数17871 30日均线的位置是17873 仔细看还差两点 中线上升通道中纳指的强支撑线是半年线 目前位置16557点 股指即使是上升行情,也是呈波浪起伏 上涨时有下跌波浪,下跌的时候有上升波浪 如果我们盯住大小的波浪,就会失去大方向 任何头部的行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会反复两次摸顶,甚至会更多 美股可以看到V型底,却很少有V型的顶 系统性坏消息是美股反转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快速的暴跌都来源于重大的风险事件 如果市场并没有重大坏消息 而股市下跌,仅仅是因为涨得多了,涨得久了 那么可以暂时判断为技术性的调整 市场如果一直上涨,调整的压力就会不断累积 最终人免不了一跌 及时的释放获利盘回土的压力,形成角度低于45度的上升通道 才能维持缓慢上涨的趋势 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像昨天和今天这样的下跌 川普几乎名牌,而他又是特别重视股票市场的 那么他在上台前不太喜欢股市大涨 到他手上开始打跌 本周甚至有说法称 川普让鲍威尔在11月份前不要降息 那我很理解这个想法 应该是肥水不能流到拜登的田里 得把股市上涨的功劳算在他头上 今天连道指也挂了 正如我昨天说的,道指连续大涨,体现出强势 但如果主要的标普和纳指继续调整 就会把道指也拖下水 前几天表现比较好的小盘股罗素2000 今天也下跌了近2% 四大指数同步下跌 市场正在转弱 预计短线继续走弱 恐慌指数今天大涨10% 比昨天还要恐慌 投资者对股市即将步入调整行情感到恐慌 标普恐慌指数长期淡定 在长期淡定之后就会突然飙升 恐慌指数的飙升往往出现在大跌时 而不是在大涨的时候 美股会在重大系统性风险出现时暴跌 但与此同时 市场又总是有先见之明 会在黑天鹅出现前的一段时间就开始走弱 历史上我们会看到 技术性调整了一段时间 突然杀出一只黑天鹅 然后就跳水了 无法预料的系统性风险 是我们分析不来的 也是投资在客观理性判断之后 剩下的那部分完全不可预测的 三分天注定的市场风险 而炒股和其他投资比起来 不用去和人打交道 也没有欠钱坏账的风险 既不用应酬也不用对客户毕恭毕敬 那又有暴力的机会就要承担损失的风险 不然天底下哪有纸状不赔的生意呢 今天行业板块基本以下跌为主 昨天大跌的半导体今天收率 此外的大部分板块下跌收红 整个市场8896个证券下跌 2815个上涨 那多数个股今天是以下跌暴收 今天的宏观消息利好 但市场一点也不买账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 初请失业金人数上升 从两周前22.2万人上升到24.3万人 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的增加 可以推测美联储尽快开始降息 今天芝加哥联储主席谷尔斯比发表鹰派言论 表示央行已经接近降息 如果官员们等太久才放松货币政策 则可能导致经济衰退 但他拒绝透露降息发生的时间 问他是不是9月份会降息 他并没有明确 另一个美联储理事沃勒也表示 美联储正在越来越接近下调利率的时刻 而9月份降息的概率已经达到100% 今年一次降息板上钉钉 两次降息也有很大的机会 这么个利好 因为透支的大半年 已经不怎么新鲜了 未来即使真的降息 也可能会波澜不惊 减肥药板块大跌 诺和诺德和里来是减肥药大涨的个股 今天诺和诺德大跌之后 还是得到了半年线的有效支撑 里来直接从高位拐头就暴跌 大跌前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预兆 可以说技术分析在美股的应用 和教科书中的说法已经出现了很多进化 当几十年100年前的技术分析告诉我们 买入卖出了技巧时 市场不断的在进化 已经打破了常规 不按套路出牌了 长期上涨后突然拐头就放量大跌 可能是有消息面的干预 7月 罗氏公司公布了口服减肥药的效果 市场出现了竞争对手 这是一家瑞士制药巨头 它的一款实验减肥药物 能够使二型糖尿病肥胖患者的平均体重 在四周内减少6.1% 与里来和诺和诺德两个减肥药相比 罗氏的减肥药只要口服 比他们两家要用注射的来得方便 受这个消息的影响 里来和诺和诺德都下跌了 奈飞盘后发布财报 这是科技巨头中比较早的一个 今天的奈飞财报显示公司在二季度新增了805万订阅用户 去年同期只有589万新增订阅 因此同比大幅上涨 打击密码共享的努力 已经连续两个季度提高了奈飞的用户增量 奈飞的净利润按季度增长44% 达到21.5亿美元 超过了公司此前的预测 全年运营利润率26% 也是超过了预测 2026年以后广告收入将会成为 营业收入中的主要贡献 业绩好 订阅增长 但是都没有对盘后股价有多大的带动 台积电财报发布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今天凌晨 所以算是盘前公布 财报对台积电的影响是一度放量大跌 但下一线长 多方收复了一半跌幅 成交量放大 换手率达到1.08% 多空分期比较大 台积电如果按台币算 二季度营业收入是6735.1亿新台币 净利润2478亿 每股收益9.56台币 五股台股为一股的ADR 每股台积电存托凭证的EPS是1.48美元 二季度营收增长40.1% 净利润增长36.3% 毛利率53.2% 台积电积极在海外成立工厂 在亚利桑那建了三个厂 总投资650亿美元 川普说台湾抢了美国的芯片生意 台湾要交保护费 建议对台积电保持关注和观望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